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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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大家好 我的那個Nik 叫Hightechin 那是HYCHN 那今天要講的是Python的 Object Model跟Jarscript的Prototype Model的類語 就是相同與不同 那其實這個Tile-based的Object是我取的 那可能不是很精準 那其實這是指的是Python的New Style的Class 那它在Python2.7以後就被引進來 那之後會變成Python3的Default的物件模型 那我本來是那個要想要學Per 然後學不會所以就開始寫Python 然後就之後就只會寫Python 那後來就是因為在用武邦圖 所以就maintain了兩個自己的Python module 那目前在Keyroni也有工作 然後啊 我們現在在找人 那攤位在那個應該是在四樓吧 那是四樓 然後那個歡迎大家去ToriDToriD 然後會要找QA跟Howard Certification Engineer 好那這是今天的Outline 那首先會先介紹一下物件跟Prototype的關係 那再來會介紹Type跟Class跟Object在Python的關係 然後再說一下它們相同的地方 然後再說一下不同的地方 OK 那首先 請大家從現在開始就是 把這個Rule keep在腦袋裡面 因為可能有人就是 他就覺得Class就是Class 那為什麼它是個物件 那在Python裡面 至少在Python 所有的東西都是物件 那JavaScript 今天我跟人家 就是跟Synker在討論說 JavaScript的Undefined是不是個物件 那後來查一下不是物件 所以至少在Python裡面 我可以肯定是 所有東西都是物件 那JavaScript可能有些不是 我不是很確定 好 那第一件事就是 我們在寫JavaScript的時候 我們想說我本來是寫Class 就是用Class的方式來想說 我要怎麼去modeling我的資料啊 我的行為 那所以我們就會想說 那我要定一個Class 那在JavaScript 我要怎麼定一個Class 我要先寫個Function 叫MyClass 然後再來我要怎麼做初始化呢 就是Function裡面的那些code 就開始做初始化 那可是我如果要幫我的 MyClass的物件 不是MyClass這個Class 我要加一個新的method 那我就要去改它的Prototype 那原本我是很confused說 為什麼要這麼做 就是說我原本是在寫Python的人 那都有一個Class 就是我就直接寫在那裡面 那為什麼 我要突然改一個 MyClass裡面的一個Prototype 的Attribute 然後再去加一個Function 而且這個Function還是Dynamic Binding 就是說我這個Attribute 然後Bind到另外一個匿名的Function 就讓我非常的confused 就是說 為什麼當我想要用JavaScript去寫Class的時候 要這樣做 那更讓我好奇的是 那個New的那個keyword 它到底做了什麼事情 它真的如我的預期說 它就是 OK我就是用MyClass去產生一個物件 就是說 跟我在其他語言 比如說可能C++或Python裡面做的事情 也是一模一樣的吧 大家都就 非常的 就是很模糊 所以後來就是在那個 剛才介紹我的那個主持人 Women的介紹一下 我就看了一本書 它裡面就有講了一下 JavaScript它物件是怎麼產生的 那也說明了一下 為什麼 JavaScript的Prototype的物件模型 可以去模擬Class的物件模型 那這是 New這個keyword實際上做的事情 它第一件事情 它會先 針對你的FunctionObject的Prototype 它會用那個Prototype 當成就是它的BaseObject 然後去產生一個新的物件 就是說Copy Copy出去 然後就有一個新的Instance 然後啊 我們剛才Function裡面有定義一個 這裡 這裡的LeaseName 等一下滑鼠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LeaseName 那這個Lease它在 New的時候 它會把這個Lease的Point 直到那個 產生出來的Instance 那最後呢 再去執行你 你定義的那個Function 就是MyClass 那這就是整個New做的事情 那如果你在 如果你寫Code的時候 你寫成這樣 MyClass這樣直接執行 然後你就是不要用New 就是說你就是 OBJ等於MyClass 然後括號這樣子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它就會發生就是說 你的Lease其實還是 Bind的在Windows上 如果是Browser的話 如果是Node.js的話 它就是空的 它的那個 Default的Lease 其實是會指到一個Undefined的地方 OK 好 那所以這帶來兩個概念 就是說在JavaScreen 裡面最重要的概念就是 你要有自己的 你要定義一個Constructor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定義一個BestObject 也就是說你的Prototype 那你再建立 建立就是 你原本就是 以為自己在 定義一個Class的時候 實際上你是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 你去產生一個新的物件 那其實它是基於一個 一個JavaScreen 本身的 裡面已經定義好的 內建物件 然後再去對那個 新產生的物件去做初始化 那在 比較後面的 標準裡面 有多了一個 有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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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unction 然後它有一個 Creative的 那 它會 幫你做 就是類似 應該說 類似一般 做的事情 就是說 產生新的 instance 就是 Copy這個 BestObject 就是 去產生一個 新的 instance 然後再 把你定義好的 MyClass 這個 constructor 去 綁在那個 你 新產生的那個 instance 上面 那 所以這個是 完整的 New做的事情 那這個 因為我是寫 Python寫習慣的人 所以我覺得 這跟我的 那個認知就是完全 完全顛覆了 那所以我就 因為 昨天就 開始寫簡報 然後簡報寫一寫 就覺得啊 這個事實在很好玩 我就開始在寫 那個 就想說啊 我可不可以用 MetaClass的方式去 追蹤說 物件產生的過程 所以就開始 在玩弄那個 JavaSuite的 那個 物件產生的模型 那這個是我寫好的一個 code 那我這邊就是 定義了一個 MyClass的 function 然後這是它的 constructor 那這邊就是 幫這個 MyClass的 prototype 加一個 ADD5的 function 然後這是 組成式 那首先我會把 這個 MyClass 就是我要去 更換它做 New的動作 所以我自己去定義了一個 Function 叫 我自己去定義了一個 叫 NewTrust Object 的Function 它會做什麼 它就說 我會以 MyClass這個 物件為基底 然後去產生一個 新的就是 可能會加一些hook 就是說 用來追蹤說 這個MyClass 它在 New的過程中 所有的事情 那就會 dump一些東西出來 那 我這邊執行一下 給大家看 那這是 執行完的結果 首先就是 這個是我定義好的 那個 MyClass的Function Object 然後它 會先從New 開始 然後先Create一個 新的Instance 然後之後 開始執行的 你定義好的 Constructor 然後這是它接收的 參數 然後最後再去執行 你定義了 Constructor 就是MyClass的Function 那剛才講的 Create a newInstance 它做的事情是 它去利用你 MyClass的Prototype 去產生新的Instance 去產生新的Instance 然後再 再執行 Constructor 所以 所以 產生出來的Instance 點內 就會如我們的預期 就是 就是 因為剛才就是 買Class 然後傳M進去 但是要產生一個 新的物件出來 那 接下來還有一個地方就是 Instance 如果執行 add file的時候 它會有什麼值呢 它就是 也是一樣 我也是 把Prototype 所有的Message 全部都加一個hook 所以它也可以知道說 OK它什麼時候去 call 這個Message的 然後 會吃了哪些參數 然後 得到什麼return值 這個動作就是 我等一下也會介紹 我在Python 也玩過一次 就是一樣也是 改變 它的那個 物件產生的過程 然後去加一些 logMessage 好 那這個是JavaScript 它整個Prototype 那我剛才有提過 就是 你在做new的時候 它會去找你 買Class 這個FunctionObject 的Prototype 也就是Object 就是JavaScript裡面 內建的物件 那 會去產生一個 新的Instance 那Object 內建的物件 它的 它的Prototype 就是new 所以就 就沒有東西 那這就是 基本上 整個Prototype 的概念 那接下來講 TypeClass 跟Object 那在Python裡面 其實 如果你 你只是一般 Programmer 那你Type 可以不用管 你就直接關心 Class怎麼產生物件 那主要的 關係就是 新別產生類別 產生物件 然後 Type其實是 一個 一個物件 然後它的責任 就是產生一個Class 那Class也是一個物件 它的責任就是 產生一個新的 物件 那這邊的 這邊講的Object 跟剛才Jusq 裡面講的Object 其實是 不是相同的概念 就是 這邊講的Object 只是 Class 做Instance的動作 就是 就是Class 產生出來的Instance 那 Type這個Object 它就是決定說 你ClassObject 怎麼去產生 就是 怎麼去產生 那個 就是你產生出來的Class 它要什麼 也要什麼 基本的屬性 然後它產生的過程 要怎麼做 那Object 這個東西 是個 Best Class 因為這個名字 在 在Python裡面 它就是 有點讓人家混淆 就是說 它其實是一個ClassObject 然後 因為它定義層是Object 所以你會 有時候會覺得說 它其實 是個實例這樣子 那它是一個 所有ClassObject裡面的Best Class 就是說 所有Class 它 你在定義的時候 其實都是在 對這個 這個Best Class 做Subclass 那其實 很類似 Joss Grid的Prototype 那 ShareFocus的兩個 method 就是New 跟 IIT 那就是 一個時期就是 那個物件怎麼產生 然後 再來是物件怎麼做 Initio 那Tap會決定 ClassObject的 建立過程 跟Initio過程 那 ClassObject會決定 你 就是 你 Instance的 產生過程 跟Initio過程 好 然後這是我們一般在派程裡面做 Subclass 就是 就是要定義一個自己要用的Class的動作 那我們會寫個Class的Keyword 然後 定義MyClassName 然後 那因為我想要知道說這個 Class它 怎麼去產生 去怎麼產生物件的 所以我就把它的 MetaClass給換掉 那原本的 MetaClass Default是Tab 那這是完整的流程 那因為太多了 就直接Skip掉 那Class是這樣產生的 它會用 MyClass 就是New 然後去產生一個 Instance 然後再把它丟到 那個我們自己定義的Init 跟那個JavaScript完全就是很像 那這是Python的那個 BestClass的模型 就是 JavaScript它是一個 一直線的 一直線的那個 連結模式 連結 那 在Python裡面 它是用一個 類似陣列的東西去放 所以你可以有多重繼承 然後 相似的地方就是 Python跟JavaScript 都有那個 都有BestObject 只是Python的 Object 是 BestObject 是給Class用的 那在JavaScript裡面 它的這個Object 就是所有東西的 Prototype 那 同時他們也有一個 也有一個那個 他們也是需要會 從BestObject 去產生個新Instance 那在Python裡面是用 Class.new 然後JavaScript用 你的Keyword 那同時 它也有一個 constructor 只是產生就是 你 你 就是 你產生 就是去做 New Instance的影響 那在Python裡面 它的那個 method叫 IIT 那JavaScript就是 你去定義一個 function 那 那 這就是相同的地方 就是說 這是你定義的 MyClass的 Call 那 所以 它的Best就是在這裡 所以這個MyClass的BestClass 就是 Object 那 它去做 想要產生新的 新的物件的時候 它就是 執行 一個 執行MyClass 那 所以 那這個地方就是 MyClass的 不是 就是這個 這個物件的 Class的 attribute 指的就是MyClass 那它的Best 指的就是這裡 那在JavaScript 它的Prototype 就是 Object 那 Object的Prototype 就是 Undefined 就是剛剛有畫的那個圖 那 產生 新 新的Instance的過程 就是 呃 Python裡面 是用 New的 method 就剛剛提過的 那在 那個 JavaScript 就是它用 它可以用 Object.create 那 這個 這個 可能在JavaScript 沒有辦法用 新的才能用 它就是說 呃 用這個當Best 去產生一個新的Instance 然後這個也是一樣 它用這個當Best 去產生新的Instance 那 這個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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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我們一般 一般在 定義Class的時候 唯一 會care的地方 就是定義說 Class的Instance 產生以後 要怎麼 initial 然後在JavaScript 你也是去定義說 你新的Instance 要怎麼做initial 那 那在 不同的地方 就差在說 在 Python裡面 它的Best Class 定義的 定義的是 所有Class的 基本的屬性 然後 Class 還是去定義 所有Instance 所有的基本屬性 這牵涉到它的 那個 attribute 怎麼去做搜尋 然後 在 Python裡面 它的Best Class 是不可以改的 就是說它的 它的這個 attribute 是 read only 所以你沒有辦法 就是 就是你Class產生完以後 你就換掉它的Best Class 那可是在JavaScript 它的 prototype 可以換掉 所以你當你換掉的時候 它的新的Instance 就會被影響到 像這裡 我這裡用 這裡產生完一個 新的Instance以後 然後之後 我又把它Prototype 給換掉 那 這時候我再去產生 新的Instance的時候 它的東西就會 就會變成我要的東西 就是 所以你可以動態的 去換掉它的Prototype 比如說 JavaScript的Best Object 是可以換的 那這是它們兩個的 就是 兩個 Best Object 它的模型的比較圖 那大家有空可以自己再去看 那 在產生新的Instance的過程中 在 Python裡面它有比較多的時期 可以去做干擾 就是說它可以去干擾 就是說它可以動手腳的地方 它可以在 class產生的過程中去動手腳 然後 或者是在做Initial的時候 動手腳 它也可以在 就是 物件產生的時候 動手腳 或者是在Initial的時候 動手腳 那 那 在JavaScript我現在還不知道 怎麼樣在 新的Instance產生的時候 去塞一些Hook 比如說 在 建新的Instance之前 做一些 修改 之類的 那這我還不曉得 那 我這邊其實有兩個範例空 那因為時間關係 可能 大家有空自己去看 OK 那 在Constructor這個地方 在Python裡面 你的Init 是可以任意時間換掉的 就是說 你可以自己寫一個新的Function 然後去 重新Bind在class的 Init這個attribute上 那所以 你可以 就是 就是你可以去定義 就是不一定要照 原本class Define的那個 Initial的方式去做 你可以在class產生以後 再把那個 Initial的方式 給overwrite掉 可是在JavaScript 你 至少我的發現是 你沒有辦法去改這個 constructor 所以 所以你就沒有辦法 就是 去修改之後 原本人家已經定義好的 的Function object 然後再去把它 把它指定說 它的 constructor 要指到另外一個 Function上 至少我目前 我找不到這個方式 那 這個 細節啊 就是 可以 就是 看那個 第一本書是 Professional JavaScript for Web 那這本書裡面的 第六章 第六章 會 就是解釋整個物件 產生的過程 那 至於 Python它的Type 跟物件模型 你可以看這個article 然後 想要知道 就是了解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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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件模型可以幹嘛 你就可以去看 Meta Class Programming OK 我好像提早了10分鐘 那我們可以回顧一下 那個 Example 我估錯了時間 OK 好 就是剛才有講這個 Constrator 它的那個 Initial 的 function 是可以換掉 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這裡 就是 這個 Subclass的 Initial function 它會print 結果是 IsMyClass 然後我現在 這邊 先直接產生一個 新的 物件 那這個時候 它就會 這個時候 它就會執行 IsMyClass 這東西 那之後 你可以把這個 Init 這個 method 把它重新 換到 Rinit 這個 function 那就結果 變成這樣 它是一個 unbind method 然後其實 其實它 這個地方已經指到 Rinit 這個 function 那這個時候 你再去產生一個 新的物件 它就是 Object 2 所以 其實這個方式 還蠻好用的 就是說 當你想要 當你想要對一個 人家寫好的 class 然後你想要把它 就是 在它做引進修的動作 之前或之後 再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你就可以寫個 function 去rap 掉 它的那個 這個class的引進修 function 那在 JavaScript 首先我定義一個 type 叫 supertype 然後再定義一個 叫 subtype 那 我現在要把subtype 它的 constructor override 成 supertype 那我現在用 我用那個 我就print out出來 它的那個 subtype的 constructor 已經 已經被換掉了 但是你如果去產生 一個 instance 它還是指到 一次subtype 那這個 這個我現在還不曉得 為什麼會這樣子 OK 然後在 產生 instance的過程中 python有四個 四個流程 為什麼要開這個 好 OK 首先我們可以先定義一個 class 叫myclass 然後 引進修的方式就是在這裡 他說 他會把 這個屬性 直接 assign 到 attr attribute 然後 這個 init 就是我們剛才提過的 class的 constructor 然後 你可以判斷說 這個myclass 它的class 是什麼 在 python裡面 meta class 就是type 所以你如果用這個 function 去 就可以知道說 這個myclass 它的class 是什麼 然後之後你可以用 new 去產生一個新的 instance 然後它會吃 這個class的object 然後再用這個class object 它的best object 去產生一個 新的object 然後最後再去執行 你這個myclass 定義的 anit 然後把 你產生好的instance 傳進去 然後還有它這個 initial的方式 initial的 method 需要吃的傳說都餵進去 然後最後產生的結果就會 就會 就會是我們預期的結果 它這邊就會產生 就是執行完以後就是 attrbound 那 這個 這樣子做完的結果以後 你去看它的best class 一定是object的這個class 然後我們窒息看看 OK 所以它的結果是這樣 就是 你的那個class 的class是type 那 用剛才那方式做完以後 然後就會 就是 所有的初始化的方式 都如我們預期 那這個動作 其實就等於這個動作 就等於這個myclass的動作 就等於這個myclass的動作 少傳一個東西 然後 面子去脫了 所以 所以剛才講的那個 用 建立新的instance 然後再做initial 然後其實就等於 你直接call這個myclass的function 那這個東西啊 就是 其實以這一張圖 會講的比較清楚 就是 一開始會從type new開始 然後new會產生一個class的object 就是藍色這個地方 藍色這個地方 然後再來它會把 這個東西pass到這個地方 然後去做initial 這時候你就會才會得到一個真正完整的class 然後之後你再去執行myclass 那個class的call 那這個東西就等於 那這個東西就等於 剛才就是 你如果你直接用myclass 括號這樣執行一個function 是類似的 那這個東西就等價於下面這兩個動作 先產生一個 物件 先用myclass去產生一個物件 然後之後再去做initial 那把剛才一些細節都蓋掉 就是步驟就是這樣 先new然後再initial 那這是class產生的過程 然後物件產生的過程就是 也是先new然後再做initial 所以這樣可以解釋說 那所以這樣可以解釋說 為什麼我們在定一個class 的時候我們其實 其實我們 我們背後隱藏的細節 就是 我們平常都不需要注意那些細節 當你需要注意那些細節的時候 通常是在 你可能在寫一些framework 希望別人寫extension的時候 它可以 像jungle它就有很多 用很多metaclis的東西 那剛才就是 有提過就是 python和base的那個 是一個tuple 所以它 它可以做多重繼承 所以它原本 預計如果你如果沒有給它 新的basic object的時候 它的parent一定是 這個class object 那這個class object 它是所有class的bas bas class object 所以這個 這個你自己定義的class 其實也是繼承在這裡 那剛才我提過就是 type的那個object 其實它的那個parent 就是它的bas 也是在這裡 所以就是整個python 裡面有兩個root object 好 好 那我應該 應該沒有東西 因為已經 就是 就是其實 其實可以 可以做compare的東西 就是在你 你讀完python 物件模型以後 跟just的物件模型以後 我想一下結論 結論就是它們兩個都很 依賴就是 從base物件去產生新的instance 然後再做inissue 那知道這些物件模型 可以做很多magic的東西 所以就是 大家有空可以玩一下 好 那我們謝謝欣益 因為沒有時間 所以我們